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解答密码是什么 解开藏宝箱吧 藏宝图上面写着 密码是由其中两笔数字组成 而且这组数字相乘会是奇数 由小而大输入后即可解锁 会不会正义两个奇数的成绩仍然是奇数呢 数学上有所谓的推理与证明的方法 可以推理出你的想法是否正确哦 所谓推理与证明 是指由已知条件或已确认的性质 来推导出结论的过程 那是不是可以试着用推理与证明来知道 任两奇数相乘结果仍为奇数是否正确 没错 我们来试着推理与证明看看 我们知道任何奇数都可写成2A加1的形式 其中A是整数 所以我们先假设两个奇数分别可写成2A加1和2B加1 其中A和B均为整数 将括号2A加1乘以括号2B加1再透过分配率 得到2乘以括号2AB加A加B加1的形式 因为任何个奇数都可写成2A加1的形式 其中A是整数 且假设的两奇数相乘结果可写成2乘以括号2AB加A加B加1 所以从已知的奇数性质推论证明出 任两奇数相乘结果仍为奇数定理 原来如此 假设AB为整数 下列合者为奇数 合者为偶数 1.2乘以括号A加15为什么数 2.2乘以括号B加7加1为什么数 通过已知数学性质 值任何奇数都可写成2A加1形式 以及课堂中推论出定理 任两奇数相乘结果仍为奇数 值数学性质推论 答案依序为 1.偶数 2.奇数 虽然成功推理出 任两奇数相乘结果仍为奇数定理 总觉得好抽象啊 我们实际将藏宝图上两个奇数相乘 得出957是一个奇数 也可以写成2乘以478加1 像刚刚直接两奇数相乘得出奇数 让定理具体化的过程就是举例 至于拿已知且确定的数学性质再推导的过程即是证明 原来如此 假设A B为整数 请填入适当的式子让证明更完整 并判断其为奇或偶数 刮号24A加23乘上中刮号2乘上小刮号B加7加1 等于多少 为什么数 可该写成 中刮号2乘以小刮号12A加11加1乘上中刮号2乘上小刮号B加7加1 即两奇数相乘 故可得奇数 在推理过程中 我们会用到很多因为和所以的概念 哇 那这样要文字说明让别人理解推理的过程 不就要写很多字 感觉手很酸呢 就让我来教你用符号来简化吧 那个像骰子上三点的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两个符号个别代表因为和所以哦 以后推理证明就可以用到这两个符号 就不会写到手酸了 请问下列哪个符号能代表因为的意思 因为代表因为 所以代表所以 约等于则代表约等于 答案为A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证明的意义吧 数学推理与证明 是由已知条件或已确认的性质来推导出结论的过程 我们前面为推理出 任两基数相乘结果是否人为基数 哪已知条件 任何基数都可写成2A加1的形式 其中A是整数 推理得出 任两基数相乘结果人为基数 为了让任两基数相乘结果人为基数 这个数学定理更加具体化 我们可以透过举例的方式 像是 11乘以87等于957 刚刚我们在推理出 任两基数相乘结果人为基数 这个数学定理的过程 并且能说明应用其合理性 即是证明 而在推论及证明的过程中 会大量运用到因为及所以的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用因为符号及所以符号代替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藏宝箱的密码 希望这次学到的推理与证明 能帮助各位思考各种问题的答案 并解决生活上的疑难杂症 那么下次见 拜拜